第19届世界台湾小姐选拔赛目前开始接受报名 并将于7月举行总决赛 日前主办方世界台湾小姐基金会召开记者会 介绍今年赛事情况 世界台湾小姐选拔起源于2000年 从台美亲善小姐开始不断丰富选拔内容 如台美小姐 台湾小姐 世界台湾小姐 世界台湾先生等等选拔并取得成功 至今已第19年 已选出并造就了数百位优秀青年才俊 今年主办方应大家的要求 特别加入台湾淑女 夫人 妈妈 母亲 阿嬷 祖母等等头衔的选拔 男性方面也加入了爸爸 父亲 阿公 祖父等等头衔 并把台湾先生的年龄范围放宽 希望有大家以勇气来挑战自己 不论是男女老少 人人都有机会 我们世界台湾小姐每一年参加很多的活动 那么如果您得到这个世界台湾小姐的这个title的话 可以参加我们 比如说美国国庆纪念日 这个独立纪念日 可以去参加游行 然后我们也可以参加这个墨西哥一的 The Cinco de Mayo Parade 还有其他的 我们也参加过这个 Rose Parade等等的其他的活动 同时他们有很多庆典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参加 当然我们也常常参加传统州啦 这个像什么民俗活动 茶艺啊 那个美食等等的活动 报名截止日期为6月22日 经过初赛审核 世界台湾基金会的培训总决赛 将于7月28日举行 选出的多位皇后与国王后 他们将获得奖学金 奖牌 奖品 及一份永远难忘的美丽回忆 环球东方记者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